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影幕后故事,我是幕后君 许多经典电影场景都有镜子 镜子虽然能制造出许多经验的视觉效果和丰富的象征意义 但同时也是导演和摄影师最头疼的一种场景 因为一不小心剧组成员或摄影机就会出现在镜子里 造成尴尬的穿帮 这期节目我就来揭秘一下 拍演员照镜子怎么才能不穿帮 先说一种比较简单原始的方法 那就是把微型摄影机藏在道具里拍 不过如果没藏好,场面就非常尴尬了 比如在黑客帝国里,莫菲斯带着尼奥去见先知 当莫菲斯伸手转动门把手时 在门把手的镜面里,你可以看到莫菲斯和尼奥 但眼见的话也能看到藏在莫菲斯大衣下的摄影机 更常见的一种方式是找拍摄角度 不正对着镜子拍,而是从镜子侧面 找一个让摄影机和摄影师不出现在镜子里的角度拍 根据反射定律,我们之所以能看到镜子中的演员 是因为从演员那里发出的光通过镜面 可以反射到摄影机里 也就是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 我们之所以看不到镜子中的摄影机 是因为所有从摄影机发出的光 通过镜面都无法反射回摄影机里 也就是无法反射回我们的眼睛里 而演员其实不是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在表演 而是对着镜子中的摄影机在表演 好制造演员正看着镜中的自己的错觉 用侧拍拍了镜子中的演员几个镜头后 有的导演会选择正对着拍镜子外的演员 而不再拍镜子 这样既可以避免增加镜头难度 也可以让镜头赋予变化不单调 不过这种侧拍的方式 如果用的不好会显得很生硬 会让明眼的观众察觉到摄影机 在故意避免穿帮 当想要追求更自然的方式 或者是由于剧情需要 而必须正对着镜子拍摄时 还有一些更高级更复杂的办法 比如在《终结者2》加成版中 沙拉对着镜子取出终结者T800脑中的芯片 做这个 now open the port cover pull to break the seal good now remove the shock damping assembly 拍摄时其实根本没有镜子 只是一个空镜框 镜框前后的不仅是一模一样的 镜框前面的分别是 饰演小约翰的演员埃德华弗龙 史瓦辛格的头部道具模型 以及饰演沙拉的琳达·汉米尔顿 镜框后面的分别是 埃德华弗龙的替身 真正的史瓦辛格 以及琳达的双胞胎妹妹莱斯利 琳达和莱斯利开脑洞的手术动作 必须经过反复排练 打到完全同步才能避免穿帮 用镜子见证一个男人一生的瑞士短片 镜子也用了这种方法 四个演员经过特效化妆饰演同一个人 在一个精心设置的摄影棚中拍摄完成 不过也是少不了各种NG 而到了CG技术相当发达的今天 避免穿帮最普遍的方式是后期制作 比如在黑天鹅中 妮娜在练舞房对着镜子练芭蕾时 镜子中的摄影师就是后期用电脑移除的 盗盟空间中有一个惊艳无比的双镜相对镜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摄时剧组搭建了一面16x8英尺的镜子 可以用荷叶开关 实景拍摄后 后期把现场拍摄设备剧组成员的镜像移除 再合成两个主演和周围环境的无数个镜像 《鸟人》中演员李根在化妆室思考人生的镜头里 镜子中的多数画面都是后期合成进去的 镜子中只有演员是实拍的 最后再来说一个让你怀疑人生的镜子镜头 在超时空接触中 小女孩从卧室跑上楼梯 到走廊镜头的柜子里拿药 到了小女孩伸手开柜门时我们才发现 之前的长镜头竟然是柜门上镜子里的反射 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镜头其实是这样拍的 摄影师边在小女孩前面倒退着跑 边用斯坦尼康拍摄这个长镜头 柜门上其实根本没有镜子 而是贴了一个栏目 方便后期把这个长镜头合成进电脑制作的镜子里 然后再拍一次小女孩伸手开柜门的动作 这个动作得和第一个长镜头中 最后的伸手动作完全匹配才行 而最后柜门缓缓关上时 镜子中的小女孩和爸爸的合影 也是后期合成进镜子里的 这个镜头拍起来相当复杂 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 我真已经尽力了 可惜的是 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镜头还是露出了破绽 小女孩开门时候的袖口颜色对不上 镜子里是黄色 镜子外也是橙色 国内拍古装戏一般就不会受到镜子的困扰 因为古代用的是铜镜 反射效果差 镜子里一般看不到摄影机和摄影师 但锦绣未央你这是要闹哪样 都穿越到现代用上玻璃镜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节目就关注订阅 投币 收藏 转发 评论 这个流程走一波 还想看什么节目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关注微信公众号Cmovie 还可以看我为你评新片品经典 下周是第三期解读经典 我跟你们聊聊达伦·阿伦·诺夫斯基指导 纳塔利·波特曼主演的黑天鹅 现在你们就可以预袭起来了 我们下期见 See you